你看IS 他們非常快 一天幾乎都有有進步 這是一天一天 你們看 太誇張 他們有對趟有戰爭但是沒有用 你們就注意是這個這個地方 等一下你們看會發生什麼事 那邊是日期的 你看到了嗎 99%被拿了 這個還沒99%到了 那時候還是有幾十個孤獨族人在裡面 你看封那個點回來了 那時候我們衝他們三百個軍人以後 從這裡 那時候已經2015年 1月 你們看那個黃色的點 2個都有來幫忙 那時候我們就知道IS也不是那麼厲害 結果非常開心的一段時間 真的99%到了 這個 你看 那時候完全我們就 我們因為就沒辦法 因為城市的95% 就到了 但是還是他們沒有放棄 那些女兵 那些男生 他們都沒有放棄 又又回來了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然後這是 我今天給你們看的 是這個 已經那個地方已經更大 你們看 就是 2016年 大概跟這裡 就是今天的最後的 還是那個 黑色的地方還是留下來了 一點一點 那是最主要的地方 資料來源是 這個嗎 剛剛那一個這個 他的資料來源是 全部都是用那個 Wikipedia 對啊 我是說資助者是誰 你等一下可以找這個 Syrian Civil War Timeline 這個 你可以找這個影片 這是我看過最最準的一個影片 因為我每一天都在看新聞 所以我大概 我也自己可以幫你們畫 但是這個比較快 我們再請那個 馬丁把連結 就是 今天因為馬丁剛剛提到一些紀錄片和連結 我們稍後再請馬丁提供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這個活動頁的下面 所以大家就可以嘗試上面看 好 好 好啊 那我們現在 呃 呃 我們大概再講十分鐘 然後留下來的時間就是 給大家問問 給大家問問 OK 呃 那個光明投票 之後 的那一天 呃 我二十三號在網路有投票 二十三號在網路投票 然後在國內的人也是二十五號 投票 嗯 投票沒有很順利 那個 投票之前 有非常多國際壓力 美國 他們說我們完全不支持 聯合國他們說我們完全不支持 伊朗他說我們他們要攻擊不得主人 伊拉克說 如果你們舉辦我們就會攻擊你們 所以國際壓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差一點我們就 我們不敢做 太多國家的反對 跟那個跟西班牙的不一樣 我們的比他們還更誇張 西班牙的他們不會 真的是攻擊還是殺人 而是我們看過 我們附近的國家很會殺人 所以 我們還是有 我們還是有公民投票 那天過得很順利 我怕的是 結果出來之前 發生一個戰爭 這是我最怕的 因為 還是他們一直想要攻擊 然後心裡一直都很很擔心 因為那個這個很重 至少至少 想要那個結果出來 到最後一天的 24號晚上 還是伊朗 他們有很多暗算 他們要攻擊一些地方 但是都全部都被 被 被找到了 然後我們都把他們都取消 一到 24號 晚上11點半 還是伊朗有一些計畫 攻擊不得主人 已經那麼嚴重 但是剛好 25號都過得很順利 然後很多苦得主人 他們也有投票 投票 過三天 他們把我們的 所有的機場都關閉 因為伊朗就說 就是都是 我不能 我不能接受這種事情 所以 如果我現在要回國 我不能回國 如果要回國 我就不行 因為 飛機不會到我的地方 然後我們也沒辦法去南部 太危險 所以已經那個 他們把很多邊界都 都關閉了 然後 今天早上我起來的時候 我看一下 說我們那個 那個 裤導組的新聞 到現在 到這個 這個時間 到這個時間 新聞都很 很著急的 是狀況 伊拉克的軍人 他們要攻擊 不得主的地方 他們準備了幾十萬個軍人 他們要攻擊 把所有的 制製區都拿回來 很可怕 非常可怕的一個 所以我們的軍人 已經都準備好 昨天晚上很少人睡覺 都很擔心 但是在戰爭的時候 誰先攻擊 那個人會輸 是一個 戰爭的邏輯 都是這樣 誰先開始 做壞事 那個人就會輸 所以他們失敗 你攻擊到一個人的國家 還是世界會保護那個被攻擊的人 所以 我們現在都選擇 還是我們一直都想要和平和平 但是如果 他們 攻擊 庫德主人 那些 那些什葉牌的 伊拉克的軍人 攻擊庫德主人的話 我覺得會發生 一個更大的戰爭 美國跟伊朗的戰爭 因為美國 我覺得到現在 武裝那些 伊拉克的軍人 是 他 想要攻擊伊朗 對 所以我給你們看一些 這個是目前的伊拉克的軍人 這是伊拉克的目前的軍人 他們的問題是什麼 他們完全不進伊拉克政府的話 他們只進伊朗的伊朗的政府 對啊 所以美國武裝他們 那是他們百分之百多 進伊朗的政府 伊朗 伊朗現在公子百分之百 一百的伊拉克的那個政府 所以 美國我覺得 故意武裝這些 這些 這些人 他想要他們做一些壞事 因為如果他突然攻擊他們的話 很多人 很多美國人就不會支持 美國的攻擊伊朗之類的 但是他故意想要看到他們做壞事 他故意武裝他們 因為他知道他們很不穩定 這些人他們沒辦法安靜下來 他們一定想 一定需要有戰爭 所以這些軍人非常非常危險 然後他們的人數也不少 四十萬以上人 四十萬個人以上 如果 如果 發生一個最最最小的戰爭 可一見就會我們有獨立 永遠就會我們連結跟伊拉克就會沒了 所以 那些軍人他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方 那些伊拉克的軍人他們到了 他們已經到了這個地方 到了這個城市 離我們的城市大概三公里 所以已經布德州的軍人跟伊拉克的軍人 目前是不到三公里距離 然後準備他們十幾萬個軍人 都準備攻擊布德州的 如果那個事情 我們希望不會發生戰爭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到現在 兩邊都在準備 然後布德州說 我們還是想要用和平的方式 伊拉克都說 我們要把那個地方都拿回來 所以 是一個非常 不開心的一個狀況 然後 每一分鐘都需要看該新聞 我的城市 離他們有點遠 只是我的城市 但是還是 有發生戰爭的話 真的是 我知道 我知道會有 會變成更大的戰爭 我告訴你們為什麼 這個戰爭發生的話 會變更大 這次布德州人 這裡全部都是虛擬牌 然後這裡是什葉牌 如果他們攻擊這些地方的話 這裡這裡的所有的虛擬牌 他們也會來支持布德州人 因為他們也想要看到一個 不成功的伊拉克的軍人 那伊朗也不會接受 他會送更多軍人 然後少帝也不開心 他們也會送更多軍人 美國跟俄羅斯 他們兩個都會進來 因為他們都有自己的利益 土耳其也想要看到 一個很弱的褲頭主人 他也會進來 所以會變成一個國際戰爭 會比這20年30年看過的戰爭更誇張 所以我真的希望不會發生 但是如果發生的話 真的非常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的一個狀況 全部都是為了 因為我們 我不覺得是因為公民投票 是因為我們有資料 他們六個七個月前已經都準備好 已經都準備好這個 這個 這個事情 這個攻擊 所以我們 舉辦不舉辦 他們還是會有這種計劃吧 所有的地方都拿回來 那這裡有30萬個褲頭主的軍人 這裡有40萬個 所以 有發生衝突的話 就 我覺得 就是我們有 可能 世界第三次戰爭 希望 希望不會發生 但是目前是 那麼那麼嚴重 西班牙 卡塔羅尼亞 沒有沒有那麼嚴重 這都還是可以 我們 抓你們 就這樣 他不會是有 那麼恐怖的 伊拉克的西亞白的軍人 攻擊那些地方 所以 這個是到目前的狀況 所以 公民投票非常非常不簡單 那條路 已經經過好幾個獨裁者 已經經過好幾萬個人的那個犧牲 還是到現在是那麼那麼困難 我們已經有自己的軍人 我們也有自己的政府 我們已經幾十年 有自己的自治序 還是那麼難 我覺得 很多人會比較我的國家跟台灣 我覺得 我不是那個 我不是那麼厲害 可以比較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每一個國家的路 有點不一樣 每一個國家的狀況 不一樣 所以 護照主人很不喜歡戰爭 我們非常不喜歡戰爭 因為我們的祖先都看過那麼多 不好的戰爭 所以 但是台灣至少是很和平 沒有自己的波幣 沒有自己的護照 我現在拿的護照 還是伊拉克的 所以伊拉克 南部發生什麼事情 我還是感覺就是我做的 伊拉克難不發生一些爆炸 還是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做一些壞事 我去機場的時候 他們還是看到這是伊拉克人 他們就會很嚴格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做什麼壞事 我們歷史中沒有攻擊過一個國家 但是我擁有世界上最不好的護照 所以很難過 真的很不開心 對啊 還有 我們所有的 他們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們就我們的邊界都打開 給兩百萬個阿拉伯人 對啊 所以 我覺得這個 那些中共對護照主人非常不公平 到現在如果一個阿拉伯人 支持一個護照主人 很多人就會反對他 你怎麼會支持護照主人 他們是猶太人 他們是什麼宗教 所以他剛剛提到的為什麼護照主人 比較和平 我覺得原因都是這個 那些阿拉伯人的智慧太太低 不是不是所有的 不是所有的 因為那個 你長大的環境很重要 如果你的國家是完全沒有其他媒體 如果你有一個獨裁者 然後你知道永遠他不會下台 然後他已經生了三四個孩子 所以 如果一個孩子也出事 過世的話 還是有第二個第三個 所以你知道永遠沒有選舉 你知道永遠不會有自由的媒體 你就會已經 你不敢批評 所以很多阿拉伯人他們還是有這種想法 我從來沒看過阿拉伯人那麼團結 打護照主人 那麼團結 我反對那個護照主的那個自治區 那個反對我們的公民投票 所以我 我希望不會發生戰爭 然後我希望至少 我們可以有自己的一個 獨立的國家 雖然我們 我們不怕戰爭 因為那些地方 全部都是山 是想不好看嗎 對啊 所以 我們 山真的很 很好打 很不好打 所以 那些地方全部都是山 然後我們都很 很熟悉這些地方 所以 你沒辦法把坦克到那個山裡面 沒有用 因為那個太邪惑 所以 所以 戰爭發生的話 我們還是永遠會留在這個地方 對啊 所以 我真的希望不會發生戰爭 但是主要你們要知道的就是 呃 多一點看那些紀錄片 多一點知道那個 庫德主人的路證的是非常非常不簡單 然後附近的所有的國家 反對的原因 是因為那些國家他們 不代表自己的人民 那些總統不代表自己的人民 我確定很多澳大國人 很多伊朗人 很多土耳其人 也支持庫德主人 也是因為他們不敢講話 你在土耳其的 如果你是一個土耳其人 你在台灣 批評你的政府的話 你就完蛋 就你的護照 第一個會取消 第二是你需要回去 然後你回去的時候 他們在機場等你 所以 真的非常危險 還有 他們會抓你的家人 這已經很很很誇張 就是土耳其那麼完美的一個國家 突然變成這樣子很難過 和伊朗也一樣 其他地方一樣 而且那些 如果你認識他們的話 其實人都很好 那些那邊的人都非常好 可是都不敢 已經他們試過都失敗 都沒有用 所以 所以那些政府 完全不代表他們自己的人民 那個很重要 不是所有的阿拉伯人不好 不是所有的土耳其人不好 不是所有的土耳其人不好 好的人他們不敢講話 對 好 那現在換到你們那個 問問題 如果忘記一些的事情 還是如果 你們想要 問的一些東西 你們可以 一個一個問 好 你現在就把麥克風傳下去 然後 我聲音很大 可以可以 就是那個 請問公民投票之後 然後 飛機不能飛 然後有一些 就是路上的交通被封鎖 那你在 蘇萊瑪尼亞的家人 他們的生活 有受到影響嗎 那如果 時間更長 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剛好 郭達族人不是很愛旅行 所以 記長官 不管沒差 然後我們自己也有 自己的那個 所有的食物 都是自己種的 所以 我覺得 那個也沒差 只是我覺得 他們最大的受害者 還是他們自己 因為 95%以上的 食物 還是 出口 進口全部都是伊朗跟土耳其 我們真的不需要的東西 但是 他們 庫德市場是他們的一個 很大的市場 所以 如果 沒有的話 就我們沒差 他們會覺得比較 但是 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讓世界知道 就是 就是 這種政府 伊拉克政府是這樣子 我們也想要 告訴世界 他們 除了威脅跟軍人 跟 那些 話以外 他們沒有 沒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 所以我們到現在還是選擇 安靜 然後我們到現在就是這樣 但是 最大的受害者 我覺得還是 目前是他們 因為我們 我們可以自己 活在這個地方 對啊 好 這邊 這邊 就是 想問一下 就是 那個庫德語就是 在你們自己 有定定標準嗎 嗯 庫德語 主要有兩個強調 北部的 北部的跟 南部的 北部的跟 中部的 我的是那個中部 但是我在 伊拉克庫德族是 我的 母語 我的那個強調是 標準的語言 所以我們有自己的語言 但是 還是80%的庫德族人 講到另外一個強調 然後那些強調 其實 但是 用語言的科學 那個來說的話 是分開的語言 是不一樣的語言 但是我們還是 希望是 他們是一樣的語言 所以我們還是 教他們不同的強調 但是 我覺得 跟庫德語 跟中文差別一樣大 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強調 但是 我在 伊拉克的 都是 有自己的標準的語言 我在家裡用的是 庫德語 我在學校用的是 庫德語 但是 土耳其人不一樣 因為在土耳其到 五六年前 你講庫德語 你就會被抓 所以 他們的狀況跟我們的 有點不一樣 有很多庫德族人 他們已經 忘記他們已經的母語 在那個 在土耳其的 但是我們的 比較自由 所以 我們的用的是 標準的庫德語 我想問一下宗教的問題 宗教的問題 OK 想問一下 那個 那個馬丁尼 你們家裡主要是 其他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剛好看到你們 放了三個宗教的教 是聚集聖主 有一個是雅茲迪教 我聽說雅茲迪是一個 很排外教的 那種教 然後我問 到底這個 是不是真的 還假的 因為 因為我看埃尼是供應他們雅池 我想考慮他們是真的非常排外嗎 還是說他們比較是護手傳統這樣子 好的 謝謝 我們家境是以色藍教 但是從在我們的家 我們沒有辦法說 那個人是因為那個宗教 所以你不要跟他當好朋友 還是那個人是那個宗教 你不要對他不好 我們所有的負責主人的教育 都是 就是每一個宗教要尊重 要尊重那個宗教 我們家附近有一條地方 有一條街全部都是基督教的人 錢錢他們都喝醉喝酒 就沒殺 然後旁邊也都是以色藍教 完全沒殺 所以我覺得那個全部都是從家庭的教育開始 如果你在家裡一直 告訴那個宗教是非常糟糕 然後那個人都是不好 就代表那個地方的 他們的智慧都是這樣 為什麼在阿富汗的 以色藍教那麼那麼恐怖 為什麼阿富汗那麼 那麼極端 和古德族的那麼那麼開放 我覺得全部都是那個家庭的教育 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們原來不是以色藍教 我們以色藍教之前 有自己的宗教 那是阿拉伯的以色藍教 開始的時候我們一開始對抗 那是我們輸給阿拉伯的國家 所以他們留下來給我們那個宗教 但是現在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我們要信哪一個宗教 就是我們自己的決定 我講到三個宗教 其實原來有十幾個宗教 十個以上 到現在我覺得是 目前沒有任何問題 但是宗教很容易會發生衝突 如果不小心的話 宗教很容易會發生衝突 很多人可能知道 為什麼 人數那麼少 但是可以有那麼大的影響 因為他不怕死 那個很不一樣 你說古德族我們都有小孩子 我們都想要過一個輕鬆的生活 但是那些軍人他們來的時候 他已經決定了他不要回去 他一定要死 我的叔叔他告訴我們 有一些人有一個 他假裝他死了 但是身體上都是有那個炸彈 他假裝三天 站在那邊 不吃不喝東西 等到我們那個 接近他 然後到至少爆炸自己 所以完全很恐怖的 那個那些人 他們一定 你沒辦法打一個人 如果他不怕死 那這就是宗教的一個 極端的問題 為什麼 那麼厲害的美國 沒辦法打幾個阿富汗人 三上個阿富汗的阿富汗人 為什麼他一直失敗 就是你如果你的敵人不怕死的話 你就沒辦法打他 所以宗教很危險 如果到一個極端的 所以 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教育 跟他們的完全不一樣 這是我們唯一一個 我覺得的好處 好 好 好 來 這邊有好帶人 好嗎 可以這樣 嗯 就是我之前有看一個影片 就是在介紹庫德主 就是他裡面有講到 就是在首都裡面 嗯 就是那個首都裡面 就是庫德志 庫德志區裡面有大概有20多個國家的大使館 然後也包括有聯合國的很多個機構 因為難民的問題 然後想問就是在 就是你剛才再敘述就是從公投的 公投前到公投後 然後還有你說伊拉克已經有軍隊正在接近首都 想問就是 你知道就是在當地就是大使館 就是國家 嗯 他們是 什麼樣反應跟 嗯 就因為就我知道 美國在當地也有大使館 對 然後想問就是 知道就是 這些國家可能有給出什麼樣的回應 對 謝謝 我覺得所有的國家 首都也有很多大使館 有非常多 我覺得 首都的大使館 伊拉克北部的 雖然是自己去 大使館比伊拉克 巴格達 還更多 就很多 如果是 你的大使館是在伊拉克 你沒辦法離開你的大使館 太危險 你出門就不回去 不能回去 但是我們地方是因為比較安全 還有因為比較有不同的宗教 所以 那些外國人 我去首都的時候 就很普通可以看到 很多外國人 黑人白人 西方人都在路上 完全沒有人管他們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都是安全的 第二個是因為伊拉克非常不穩定 不過你看伊拉克的歷史的話 有很多推反政府 有很多革命 有很多武裁者 所以很多國家他們不敢 關係跟伊拉克很好 而現在的伊拉克 我覺得比海上的年代還更亂 我覺得很多人喜歡海上的年代 如果你問伊拉克 現在70%以上的人都還是喜歡海上回去 你想一想 海上已經是那麼 糟糕的賭菜者 還是很多人想要海上的那個年代 因為現在的狀況 比海上還來也更誇張 至少海上沒有中毒起始 如果你聽他的話 他不會打你 因為他是褲德索 因為都不聽 我都比較叛逆 如果我們聽他的話 他還是不會攻擊我們 我們看到伊拉克軍人 有機戰爭就會攻擊他們 但是如果我們還是 我覺得還是 海上比現在的中毒好 就是很難可以 講這一句話 但是我覺得 海上比現在的中毒好 對啦 所以 對啦 我覺得是安全 還有那個很不穩定 所以我覺得很多 很多國家已經不敢跟伊拉克有交友 如果你現在去伊拉克巴格達 應該最多三天 你就不見 那裡面的那些人員 他們是會有撤出 還是他們還是繼續留在黨 就是那些大使館的工作人員 我覺得他們都是一直輪流 會在大使館裡面三四天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不敢出門 交外帶那個食物 然後就可能一兩個禮拜以後就換人 還是他們跑到我們的北部休息 然後就回去 就這類的 要不然 你去外面的時候 太危險 太恐怖 太恐怖 對 從2003年 就伊拉克是不適合外國人 對 還有 不好意思 你還沒解釋說 你為什麼會跑來台灣 總不會看到台灣的那個 帳篷吧 因為你們的課本 不曉得 應該是 應該不會有台灣 因為 你們的課本應該是 台灣跟 祖魔大王 應該是同個顏色的吧 所以你們知道怎麼認知到 台灣這個地方 然後爬一排 還想來這邊 流血 而且不都不會選擇 其他地方 譬如說像香港 或是前殖民 國英國之類的 OK 好啊 問題是 我的國家 那麼多事情發生 每一個禮拜 就是其他國家的一年 一年發生過的事情 在其他國家 是我國家 兩三間都會發生 每個禮拜 我們的編結都不一樣 很糟糕的一個狀況 所以 我們以前很會看那個 國際新聞 那現在來不及 我們都一直需要看那個 國內新聞 大概2012年 沒有戰爭的時候 人非常過得很開心 很多人想要就 就跑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我們已經有 非常多固德族人住在歐洲 很少人很少人 來到台灣 所以我家人 我家人一開始他們反對 他們怕因為太遠 我就不見 然後就不能回來 所以他們一直反對 一直反對 然後我說 我看了我研究一下 然後非常多人都講 講到 台灣的 台灣人多多多禮貌 台灣人多好 然後看了台灣的風景 還有看到的那些語言 我就非常愛上了 而且我們的語言 跟歐洲的語言 其實有點像 我們都是歐美的那個 一樣的那個 系列 一樣的那個 語系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做事好奇 好 因為沒有其他 那時候其他 固德族人 在台灣的固德族人 說不到五到六的 所以非常非常少 我希望我的國家也認識 台灣 然後台灣人也可以認識 我們的國家 就是交流跟好奇 這兩個 謝謝 我想 首先我想表達一下 因為剛才這個 馬丁你說 因為機場都被封閉 對啊 所以你現在有家 可是也回不去 那真的是很辛苦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加油 那另外一個是說 就是 那其實 我們台灣也有一部分 是很需要努力的 然後也是 在朝向我們的路在走 那 看到 庫德斯坦這樣的經歷 我們台灣人 有什麼可以做的呢 可以 大家可以幫忙的 謝謝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 最主要的是 歷史 我覺得可以 我在學校我們學到的歷史 我們那麼注意 幾年 還有誰的名字 我們就不看那個發生什麼事 我們不會學到那個 過去的歷史 到底是 那個事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太注意時間 哪一年 哪一年 誰的名字 海山 我們就不看歷史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從那個庫德族的歷史 可以看到的還是我們的狀況是 賭菜者雖然看起來很厲害很強 但是 非常不穩定 所以有賭菜者的國家 有一直控制自己人民的國家 雖然看起來很強 但是很不穩定 只要有機會 只要經濟不好 就很容易就會有推翻 很多人也會有反正 反那個反對政府 這類的 但是和平的國家 民族主義的國家 我覺得比較強 所以人民可以講他自己的話 他可以就隨便做講 我覺得會比較穩定 雖然看起來大家都很兇 還是大家都講得很難聽 但是還是我覺得 比不管講還更好 對對對 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我覺得從庫德族的可以看到 一個賭菜者好像海山 我們沒想到他永遠會下台 但是突然就下台了 因為他已經 你越雅破你的人民 人民越容易會找辦法 那個 就 所以就 退反那個政府 我覺得 台灣可以幫忙的是 你們就知道 你們只要知道 你們只要知道 那個庫德族的狀況是什麼 你們只要知道 為什麼庫德族 要獨立 就這件事情我覺得 對了說 夠重要 還有 我覺得台灣有很多技術 台灣有很多厲害的人 比如說有很多公司 他們已經 可以發展在台灣 可以發展到在我的國家 我覺得你們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們公司有什麼好的產品 還是如果你們有什麼好的技術 我覺得真的你們可以 我們獨立以後當然 現在不行 現在也不能去 我覺得你們可以參考 來庫德蘇坦 還是你們可以研究一下 庫德族的一些文化 從庫德族的一些文化 那就可以學到 怎麼會500萬個人民 可以對抗整個地球 還不怕 我覺得那個很重要 這500萬個人 全世界都說你們不能獨立 大家都說我們攻擊你們 我就我們說沒查 到處都是山 我們還是會跑到那個山 如果一個國家 他們真的想要 團結的話 真的很重要 團結的話 人數已經會超過 IS 他們很團結 才會那麼厲害 我們從他們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所以那個 只要這兩個 我覺得都夠好了 夠好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再先讓 先定一輪 讓韓民有發言 就好 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剛剛你提到就是很多 很大部分國家 都不支持你們 負德族 對啊 但是你們也有軍隊 好幾十萬 哪有軍隊 那到底是哪一個國家支持你們 是以色列嗎 還是你們的資源 你們的military resources 在哪裡 好 那個 政治非常複雜 因為我覺得我們一般人 不太懂政治 政治他們在媒體上 講的話 跟他們在下面 在我們不知道的 合約很不一樣 比如說 托爾奇一直說 你們完蛋 你們什麼什麼 但是都是講話 那個都沒有用 講話跟動作完全不一樣 因為 我記得兩三個月前 托爾奇政府說 如果美國不離開 叙利亞的話 我們就會攻擊他們 什麼什麼 都沒有發生什麼事 就 有人講話跟 政治那個 表面上講話 跟政治發生事情 很不一樣 所以很多人 很多國家他們現在 反對 比如說 英國為什麼反對 是因為他怕自己的蘇格蘭 西班牙為什麼反對 因為他怕那個卡塔羅尼亞 俄羅斯為什麼支持 俄羅斯現在支持 因為他們的 克里米亞那個 他們拿的那個地方 因為他們也想要被承認 國際那個認證 還有為什麼哪裡 俄羅斯為什麼反對 是因為他自己國內 有護到主人 每一個國家反對 跟支持都有自己的利益 以色列為什麼要支持我們 因為他自己的敵人太多 才要想要 真的是我一個人 因為太多國家 討厭那個以色列 對上他們想要 你們要不要新的敵人 對啊 所以每一個國家 都有自己的利益 每一個國家百分之一百 支持是因為好人 大部分的歐洲的國家 實際上就是護得主人 我們大部分的武器 都是歐洲國家提供給我們的 美國的武器也是要有過濾 要先到 比如說如果美國政府 要寄給我們武器 先要到華哥達南部 他們拿最好的武器 他們最藍的最壞掉的 就會寄給護得主人 對啊 所以要不然 如果我們有自己的武器的話 武器的飛機之類的話 我們不會那麼容易被威脅 只是因為我們的武器 都是四十五十年以前的武器 他們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不會自己 賣給我們武器 對啊 所以 我覺得 我剛剛說的 就是這樣 很多國家 歐洲的自由的國家 都支持 賭菜者很不支持 就這樣 那麼那麼簡單 歐洲的國家都支持 最近我不知道 俄羅斯為什麼支持我們 就很好奇 俄羅斯平常會支持比較奇怪的國家 哈哈哈哈 北韓 北韓 那些 那些 伊朗 修理亞 突然那個 他說 不得主人的 鼓勵是非常好的 然後我們支持 我只有這個 到現在我不懂的 以色列我懂 但是其他 俄羅斯的我懂 但是 俄羅斯的我到現在 我不懂 為什麼 俄羅斯支持我們 對啊 所以 但是 發生戰爭的話 所有的國家都會支持我們 這很重要 到現在都是和平的 但是如果發生他們攻擊我們 就會變成真正的那個支持 因為 如果他們攻擊 不得主人的話 我們的錯 只是我們 辦公民投票 我們完全沒有什麼做壞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 我們的國際的支持會更多 所以我希望至少會發生一個 幾分鐘的戰爭 幾分鐘的 不要人死 只是 發生一個簡單的 是為了 更多國家 讓這道伊朗科爾科 政府多 多使用的一個國家 這是我的 希望 好 還有還有其他人 好 後面 後面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我問的問題蠻多的 第一個請問一下 你們的不同宗教之間 因為你們都是庫德族 你剛剛有提到 庫德族第一 宗教第二 這是你們的整個 自治區的一個概念 目前的 那在這一個狀況底下 不同 同一個 同樣都是庫德族 但是不同宗教會通風嗎 這是我想要知道的 怪他還是不會 會 怪他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就是說 呃 有關於自治區 因為你剛剛也有提到說 你們已經有自己的軍隊 然後也有 呃 自己的政府的那一些 用進的政府 有自己的 對 然後現在還有首都 那我 對 那現在就是 我看到的是 你們有自己的貨幣嗎 呃 我們跟伊拉克 留下來的 兩個 最後一個兩個關係 就是一個是貨幣 一個是那個飛機 那個機場 那 就是最後兩個 銀行呢 銀行呢 銀行是跟 伊拉克通在一起的 還是說沒有 你們也有自己的銀行 我們也有自己的銀行 但是因為貨幣還是 伊拉克的錢 所以 比較麻煩 可是 你們應該會有自己的儲備 黃金吧 有啊 好 然後再來是 黃金我們是黑黃金 好 那再來是還有 有關於外交咧 我外交 對 我也很想要了解 你們有沒有自己陪一批外交人員 去透過這些外交人員 去說一些事情 還是真的就只能靠你們這些留學生 來跟我們一般的人討論 然後 因為這個東西會牽扯到我後面想要問的 下面一個問題就是 有關於你們的伊拉克自治區裡面 男生跟女生的一個上學比例是多大 然後再來是 你們是男生跟女生分開的學校 還是合在一起的學校 這個我也很想要了解一下 好啊 OK 那我可以回答嗎 好 謝謝 因為後面我想要問的是 比較歷史性的東西 好 我先回答 以前 男生跟女生都有 分開的一起的都有 那個很自由 那邊的男生跟女生跟台灣的 我覺得差不多 可是台灣人穿的較短 還有什麼 不好意思 外交人 我回國的時候 我跟一個人 我們國家地位很高的人 我見面了 他說 2004年 我們想要跟台灣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但是 我們的政府 外交部都有 拜訪台灣 但是他們離開的時候 中國威脅他們 你們不可能跟 你們第一 不是一個國家 第二 你們為什麼要跟台灣有好關係 所以 他們就沒辦法 我們沒辦法繼續跟台灣有好的關係 但是至少他們說 那我們 至少我們不想要斷那個關係 我們只想要有一些交流的機會 我們把一些學生每一年都寄給到到台灣 他們學習你們的文化 至少 我們要有一個好的關係 對 可是我現在不是只有在對我們台灣 還有包括 可能就是你們在歐洲那個地方 各個國家 你們會去做一些交流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國家 幾乎每一個禮拜 會有一個歐洲的總統 還是哪裡會到我們的首度 所以我們關係跟歐洲非常好 可是那我還要再討論的是 那因為在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你剛剛講到 美國是反對的態度 然後你們周圍的大部分國家 因為你們牽扯到 你們的獨立其實是牽扯到 周圍四個國家的獨立 有沒有被你們刮過去 所以在這個狀況底下 我比較想要了解的是 那歐盟本身對你們的獨立態度是誰 因為歐盟其實本身對於 不管你剛剛提到的英國 或者是那個西班牙 或者是義大利 還有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國家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 都有一直在鬧桌 他們想要獨立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 你們怎麼樣 就是用你們自己的外交手腕 去讓歐盟知道說 你們就歷史上 就種族上 就信仰上面來講 其實真的是跟其他四個國家 他們的那個民族 或者是信仰是不同 所以請他們支持你們 因為其實往往歐盟 跟他的一個願意還是不願意 其實可以牽動你的世界 對你們的認同或不認同 所以這個我也很想要知道 那我回答 那個美國是騙人的 那個沒差 美國每一個禮拜講的都是 跟下禮拜講的都不一樣 我真的你可以你可以 你可以在網路查一下 你可以就寫下來 這個禮拜講的跟下禮拜講的 他們永遠不會跟告訴你一個 直接的回答 對但是歐盟不一樣 歐盟也很奇怪 我覺得歐盟以前的歐盟比較強 現在的比較奇怪 歐盟以前很強 比如說一個國家戰爭的話 他們馬上就去幫忙 主動去幫忙 現在的都很奇怪 感覺歐盟現在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有那個責任感 都想要 那你自己去 那你自己去 比如現在歐盟 對我們最好的是法國 除了法國以外 我覺得其他國家都很奇怪 比如說 德國他們 我們最需要武器的時候 我們說 德國 我們真的需要武器 他們說等一下 我們要先 國會同意 我們說 不好意思 但是 ISM 已經有那個 你們要給我們的武器 IS已經有 他們已經在用那個 你們要給我們的武器 他們怎麼會有 我們還沒有 所以 真的是 歐盟現在很奇怪 我覺得歐盟已經 沒有以前的一樣厲害 可能是因為歐盟裡面 現在很亂 可是 因為就我所知 不好意思 因為我身體一樣也是看 我 比較想要了解的是 其實 因為像你剛剛展現 朱瑞亞的照片 裡面有很多 你們有接受來自 很多敘利亞的難民 那其實 歐盟裡面的那個 老大就是德國 他其實現在對難民也是 一個頭兩個大 然後甚至會 因為這樣子對土耳其 做出很多讓步 那土耳其政府其實也很不客氣的 看著這一點 所以他也會欺負德國的一些 而且土耳其境內的一些德國記者 那在這個狀況底下 其實土耳其跟德國之間的關係不好 你們有沒有想說說可以或許可以 去跟歐盟做一個協調 就是說在這個狀況底下 就是你們可以大量吸收那一些難民 讓他們那一些難民到進到你們的自治區裡面 然後接著就不要再流往歐洲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想要了解的是 我知道你是一個平民的身分 雖然你可能沒有辦法去講 但是我現在是說你們的國內自己本身 對於有沒有想到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個難民 比如說 戰場開始之前 快要戰場開始的時候 我們非常歡迎難民 比如說我們在外面看到難民 哦很強厲害你好 我就歡迎歡迎 我就發現越來越多 到有一天我去公園的時候 沒有地方坐下 草地上全部都是難民 我上公車做工都滿了 我要打工都滿了 我要食物的價錢都很高 我要煮房子已經沒了 已經有那麼多難民 我真的我們自己的地方很不方便 突然晚上沒電 欸怎麼了 政府說不好意思忍太多 所以已經我們接收了太多難民 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接收那麼多 可以告訴我甚至嗎 兩百萬個 兩百萬個 你看托爾奇是 八千萬人 接收了一百五十萬難民 你看八千萬 我們是五百萬 接收兩百萬 就大概百分之三十三 兩年以內就變成難民 然後 去托爾奇的跟去我們那邊的不一樣 去托爾奇的難民至少他們有一點錢 至少可以托爾奇不簡單 還是要開車之類的 但是我們對我們那邊的是 沒有技術 沒有錢 沒有智慧 真的是 田田都在裡面坐下 然後他想要收到那個食物 跟很多國家不一樣 很多國家他們很想要工作 比如說如果是男民 他想要創新 比如說 在世界第二十三戰的時候 愛人斯坦那個愛人斯坦 他逃避到美國的時候 都做了很多好事 我們的男民都田田都在家裡坐下 都準備那個政府給他們食物 然後你不給他們 他們就會抗議就會批評之類的 所以 狀況很不一樣 這是一種非常大的一個責任 那麼的難民 然後如果他們全部都是好人的話 也很讚 但是 裡面有很多壞人 然後他們都跑到我們的城市裡面 真的是很 很不開心的一天 對啊 好 那我先在這個問題上打坐 應該 三個問題 還是我們先 我們先讓其他人 對對對 然後 最後我們兩個人可以 我想問一下 就是 伊拉克政府沒有試圖 就是用語言 或者是教育 或者是歷史的 史觀 來控制 庫德族人 對 你自身的一些 認同的差異嗎 因為那個文化差別那麼大 文化差異太大 比如說比較接近的國家 文化很近的國家 比較容易會被影響到 比如說伊拉克跟伊朗 為什麼伊朗那麼容易可以 影響伊拉克 因為是同一個宗教 因為是同一個想法 那是因為跟庫德族人差異太大 然後這個差異已經不是現在開始的 已經從我們的祖先開始的 所以 伊拉克沒辦法 影響那個 如果他們是有 智慧的一個政府 比如說 有一些國家他們很聰明 比如說英國還是那些 他們用經濟 他們用創新 他們用電影 但是伊拉克什麼都沒有 所以 他們知道的都是 動作都很亂 所以 我說如果一個賭菜者 他們的 雖然 是賭菜者 但是有智慧的話 還是會想過 但是因為他們 動作都很亂 都是 如果伊拉克是 對我們好的話 我確定很多負責中 會支持伊拉克 但是因為他們動作太小 太可怕 所以很多人就不想要跟他們在一起 你看那個西班牙 如果西班牙沒有反對那個 台灣的公民投票 不會那麼多人出現去那個投票 但是很多人看到 那個警察一直的那些一般人民 就很多人說 這是西班牙 所以我們不會 我們要跟他們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越多伊拉克 對我們越不好 我們關係會 我們越不聽他們的話 所以 國化宗教 想法都因為差別太大 還他們也有自己的內戰 他們也漸漸有自己的 爆炸之類的 所以他們也忙不過來 影響到我們 對啊 那你們怎麼看待 就是在 遊落在其他國家的固德主人呢 我們希望 我們不只固德主人 只要是 只要是人類 我們不想要看到 人被 被 被被欺負 不管是哪裡人 所以 這是我們宗教 正確的宗教的教育 你不要看那個人是 有什麼顏色 他的皮膚 你不要看他是哪裡人 如果他是 他是被被欺負的 你要支持他 你要那個幫忙他 要不然 為什麼我們接受那麼多 南米 唯一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們的 宗教還是教育 告訴他們 人需要幫忙的時候 你要幫忙 還有我們有經驗 我們十幾年前 伊拉克那個攻擊我們的時候 我們都跑到伊朗 我們知道有多困難 我們都知道都有多糟糕的經驗 所以我們 我爸爸每 我每次那個 批評 我說我爸爸 我沒有地方做事啊 在外面 都是南米 他說你不要這樣講 你還記得我們以前那個 逃脾戰爭的時候 你不記得你還沒出場 但是我們 但是那時候 我們也經過很多困難 所以 如果我們現在幫忙他們 有一些他們也會幫忙我們 對啊 所以 有很多原因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會希望說 就是流落在不同地方的庫德族 最終可以 我覺得 如果一些庫德族做壞事 我們會支持他們 但是到現在我們知道 大部分的國家都 欺負庫德族人 然後 他們越欺負我們 就越多人想要 用那個 保利的方式 反對他們 因為如果 修理亞的庫德族 如果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他們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但是 獨裁者不懂 和平的方式 獨裁者 如果你的敵人 是比如說 我們一百多次 想要跟他們 談 我們這樣要告訴 拜託不要攻擊我們 我們可以 當你的好典具 他不懂 他只懂那個 暴力的 所以一些國家 他們 對庫德族非常不好 所以 但是我們也會支持 那些庫德族人 有一點獨立 但是我們不想要 有暴力 希望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但是到現在 他們還是 呃 不重重 庫德族人 所以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們希望他們 可以用和平的方式 但是如果他們需要幫忙的話 每一個庫德族人 都會 原因犧牲自己去幫忙 我記得這個場次 這個很重要 呃 我的叔叔 他跟我們講到一個故事 我看一下遠一點 他告訴我們 有一天 一個很困難的一天 在這個場市裡面 在這裡 戰爭剛開始的時候 我叔叔他說 有非常多IS 一天晚上 他們攻擊這個地方 然後 我們人數不夠 IS 感覺是我們 打一個 一百多個新的人會出來 我們就非常擔心 但是我們明天起來以後 我們贏了 他說我們發現 那天晚上 這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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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德族人都聽到了 我們需要幫忙 他們主動 已經送了幾千個軍人 幾千個知名 那個志工 他們都來幫忙 所以已經 因為那些地方是 我們現在在自己管理 所以只要一個 庫德族的人 需要幫忙 很多人就會願意去幫忙 這很重要 這裡的庫德族人 願意犧牲自己 為了這裡的 他從來沒有看過的 從來沒有認識的 我覺得都是 很強的一個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 有一個 和平的方式 但是如果他們需要幫忙的話 我們願意 我自己願意 去想給 其他 的庫德族人 我的生命都去想給他們 如果需要的話 對啊 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 你對你自己的國家的認同 是在 伊拉克自治區 內部的那個 庫德族自治區 還是是 整個 所有的 我們自己看不到這些 貶解 我們自己 你對一個庫德族人說 庫德斯坦 還是伊拉克的庫德斯坦 怕他不懂 我們自己看不到這些貶解 我們在夢想 雖然 我們 我們都覺得這些 獨立之類的 都是 那個 護照跟那些 國際人統 我們就回查 他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人 沒辦法一個人控制我 我沒有自己的國家 我已經知道 我有自己的地方 所以 所有的庫德族人都是已經 很團結的一個庫德族人 我們所有已經都 不看到這些點解 然後 對我來說 這裡的一個庫德族人 跟那邊的 跟那邊的 一模一樣 完全沒有什麼差別 這個團結的想法 很重要 他從來 我爸爸 因為以前有一段時間 伊朗都太嚴格 他會關那些貶解 那是我的叔叔 我們在伊朗 都在伊朗的時候 我的 我的 爺爺 他每天都會跑來跑去 他說 你怎麼會跑到 他說 當然沒有貶解 我們說 我們告訴他 你怎麼過那些貶解 他說 哪一個貶解 哪一個貶解 他其實要 要偷偷經過那些山 但是他還是不會承認 他說哪一些貶解 我看不到貶解 對 這種想法很重要 因為 你可以控制一個人的 那個 那個身體 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控制他的 他的想法 如果他的想法自由的話 庫德族人 其實一百年都很自由 還有我有一次 那個上電視台 有一些國家說 嗯 有 有 有人說 那個 庫德斯坦是哪裡 是一個國家嗎 說當然是在實際上沒有 因為是美查 在Google上有沒有 都美查 但是在我們心裡中 一百年已經都是一個 獨立的國家 這是最重要的 對啊 所以 在我的心裡已經是一個國家 然後 可能是有護照 沒有護照 就這個差別 就美查 我也不太愛去旅行 那個麥克風可以出一下嗎 謝謝 好 你先然後再 有時候 不好意思你們的問題 沒辦法太 呃 太直接回答 是因為可能 背景有很多故事 背景有很多政治 一定有一個原理 我沒辦法直接回答 所以我希望 你們現在可以自己 多一點研究 因為那些 那些我講的一些 一百多年的歷史 每一個禮拜 都發生很大的一些事情 然後都很重要 但是沒辦法先解釋 所以我回答的 都是大概的 都大概 不一定很準 那是大概的 百分之七十準 大家都忘記 他其實是一個外國人 我覺得 我剛剛一直在聽的時候 你都會忘記嘛 你不是外國人 那我也忘記 他可能 他有一些表達 可能就是 你可能需要再想一下 或者說你在問問題的時候 也去 就是可以 要再 嗯 精準一點嗎 就是讓他可以 對 以外國人 聽得懂的方式 來 對 提問 謝謝 幫我一次拍 幫我一次 幫我一次 我想要問 因為庫德族 他就是像你講的嘛 他分布在四個不同的國家 那每個國家 他對待庫德族的方式 也不太一樣 嗯 那就我很好奇說 這四個國家的庫德族人 他們平常是怎麼 怎麼怎麼怎麼知道 大家之間的消息 難道就是都不會 就像土耳其 如果 就是 因為 因為我既然有些國家 他不 他不需要庫德族 彼此 團結的話 他難道不會想要去封鎖 封鎖消息 讓封鎖你們之間的消息 不讓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想知道說 你們平常是怎麼怎麼怎麼 怎麼去聯繫 你們的網絡是怎麼樣子 讓你們可以知道說 其他國家 庫德族人之間的 的消息 好 我第一個問題 到 到兩三年前 我大部分的庫德族的那些 敘利亞 我到那個 內戰開始之前 我不知道敘利亞有庫德族人 因為他們沒有身份證 媒體不會講到他們 然後我們聽到有庫德族 都是傳說 還是 我爸爸的那個 夜夜的年代 他經過敘利亞 有遇到國際社 但是他也聽不懂 因為他們強調不一樣 所以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 很準的資料 所以 在伊朗 也 只有網路開始以後 還有我們 我們自治區開始有媒體以後 我們就才聽到有真的 世界上有那麼多庫德族人 如果那天晚上 那麼多庫德族人來幫忙 就是因為他們在網路看到 在我們的媒體看到 然後我們現在的媒體都很特別 用所有的強調都會播一樣的新聞 這很重要 因為現在所有的庫德族人都可以聽到 然後我們有一個 共同的一個媒體 所有的媒體都是在我的城市附近 所以已經有二十三十多多的那個 電視台 然後都是國際的 但是網路跟手機的年代之前 我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有時候發生很大的戰爭 很多人被殺我們都不知道 十年以後我們才知道 因為沒有媒體 政府也不知道 也封鎖那個 那些邊界 所以最近我們才知道真的 庫德族人做了 所以我這三四年學到的 百分之九十九一項的 庫德族的歷史都是這三四年 其他我真的都什麼都不知道 對啊 所以全部都是因為網路的關係 網路跟媒體的自由媒體的關係 對 你也問這個 剛才主持人說馬丁是外國人 不過我覺得其實我們都是人類 而且我們都是相信人權 然後希望有自己國家的兄弟 所以我不覺得馬丁是外國人 我們都是人類 那都是兄弟 那 我想問的是 因為現在狀況很緊急 很緊張 這個機場已經被通了 那 有什麼退場機制嗎 比如說他們有說 因為你們公投也辦了 那 他們有說 什麼樣的條件下 他們會解除工作嗎 還是 其實沒有 我們要說 我們要說 我們要告訴他們 公民投票是假的 然後歡迎你們拿我們的福定 然後我們都是伊拉克人 沒有任何東西交付的族人 那這個是 我們全部的人都被一被燒 我們也不會這樣講 這是他們的條件 所以 完全他們講話的都 所以我才是說 我希望會發生一個衝突 雖然是一個很短的衝突 但是 為了未來 還是對我們比較好 因為沒有發生衝突的話 我會 獨立的過程會更慢 可是如果發生衝突 馬上就會獨立 這差別很大 因為我們已經告訴國際 我們不想要戰爭 但是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我們就開始完全 我們就馬上要獨立 我們想要有合併的方式 可是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就馬上就解決 所以 謝謝 再請教一下 那個特別教我的台灣人 下次如果再看到中東人士 除了語言以外 要怎麼去分辨 他是波斯人 他是巴拉伯人 他是富爾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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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從長相啊 動作啊 這樣子 我覺得 可能是看外表 有可能比較難 因為那個 那個地方 有很多 有蠻多地方都是混混 都有 每一個種族都有 但是我自己 看 第一個是 看穿的衣服 用我們的那個制服 不要看我 我回國的 我回國的樣子 我們穿那個 褲德族的傳統衣服 第二 我覺得是態度 態度 那個 以上 那個是語言 我一聽到那個語言 都不一樣 褲德族人比較 比較自由 我可以馬上看到 比較不怕 那個 那個是一個 褲德族人的一個 一個 比如說其他的地方 因為他們都是 做的地方都是平地 都需要聽那個 賭菜者 都需要都很 很安靜 都需要 配合那個 他的政府的話 而且我們都是山 還有我們都很 很不怕 所以我們講話都比較直接 我們都很自由 所以 伊朗人 他們講話非常簡潔 他跟你講話的時候 如果他說你不好看 他說 你可能要多一點用那個 多一點照顧你的頭髮之類的 他不會直接跟你講話 因為那個在伊朗很 很嚴格 所以 那個那種狀況 會看到 那個人的個性 比如說 如果我在北漢長大 還是我在台灣長大 我的個性完全不一樣 所以那個環境 會決定 你的 你的你的個性 如果很多 你覺得是暴力的 我覺得 很多那些 IS的小孩子 如果他們在我們的地方長大 他們想法跟褲德族人 會一模一樣 所以 環境才會決定你是怎麼樣的人 不是宗教 還是不是那個 你的皮膚的顏色 還是語言 那個環境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 你要改變一個地方的話 你從家庭跟教育開始 這就是最好的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就是 就是 就你們 你生長的 褲德族的那個地方來說 褲德族的 就是年輕的那一輩 他們怎麼去看待他們的 就是 現在像這種緊張的國際情勢 還有就是過去歷史當中 就是 一些顛簸的狀況 就是 就是 因為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伊拉克沒有控制到你們的 媒體跟教育 那想請問一下就是 那你們自己 尤其現在 年輕的小朋友 還在 還在學校學習的 高中也好 大學也好 他們怎麼樣去看待 就是 關於褲德族的認同啊 或是說 關於就是 跟自己 周邊國家有關的 國際情勢 我覺得 太自由 也有一點不好 因為那個 自由要有一個 有一個線 有一個 你自由到 你不騙人 你要自由 但是你不可以 你的話是不準 我們的媒體現在太自由 有時候太自由 所以很常會聽到 不準的消息 不對的新聞 所以如果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的想法 可能20%有點奇怪的話 都是因為媒體太多 然後每個媒體 非常自由 都可以批評政府 還有 就注意那個 那個觀眾 那個吸引那個觀眾 所以 但是大部分的年輕人 都看到 都因為有經過 每十年 我們都有經過一個 很不開心的一個 戰爭 所以很多人都會記得 比如說 你對一個韓國人說 啊 你要很愛你的國家 因為 五十六十年前 我們有一個戰爭之類的 還是我們七十年前 被日本之命令之類的 是比較難想像 因為他二十歲 然後那個事情 七十年前 但是我自己人生看過 那麼多重突 那麼多戰爭 那麼多好興起 過世 所以 你當然會 你愛基的國家的 那個感覺會比較強 每次有戰爭的時候 整個國家都很團結 可能是如果 比如說今天 我一個國家非常不團結 政治都有問題 只要被附近的國家攻擊的話 所有的人都會忘記政治 大家都會變成很厲害的愛國 但是戰爭結束以後 大家都會開始討厭對方 所以 這是每一個國家都一樣 但是因為我們剛好 每五年有一個小小的衝突戰爭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保持那個 保持那個 團結的那個感覺 所以連年輕人 大部分的年輕人他們的親戚們 其中一個人是軍人 他天天都需要看新聞 我的叔叔是軍人 我的很多親戚好朋友是軍人 所以 如果他不保護我們的邊界的話 那麼多壞人都會進來 台灣剛好台灣是一個島 如果IS要攻擊的話 要游泳的太厲害 沒辦法 但是我們都是那個平地 完全沒有人住的平地 所以他們還是會 他們壞人比較容易可以到我的國家 但是壞人比較難可以到台灣 所以台灣 我們保持安全跟台灣保持安全的難度 完全不一樣 在台灣比較容易你們可以保持那個安全 壞人只能坐那個送上機場來到台灣 我們呢 我們真的 我到了一些地方 我們到那個最前面的時候 比如說 看我們軍人保護我們的國家 完全是一個平地 我說哇 你們不怕從IS過來嗎 但是完全沒有人 控制他們說 沒辦法太大 那個 我們幾百萬個軍人也沒辦法保護那麼大的那個土地 所以 我們還是一直大家都很需要有一個團結 需要愛國 要不然我們就 會被消失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因為像 如果像伊拉克他們 不會控制你們的媒體跟教育的話 那請問一下 因為你們已經說你們就是內部是 就心中有一個國家 那你們自治區一定會有 不會自治區的首長 那 假設說 就是領導階級 政府 政府方面 他們會去 控制你們的言論思想 就比如說 欸 可能對於自己 但自己的國家認同 不用說 只是說對於國際情勢的一些判斷 或是說 應該要接收到的一些訊息 那可能會被攔截啊 或是說 欸 偏差啊什麼之類的 對會 就是所謂的媒體自由度 跟言論自由度 如何 我覺得 呃 因為那個政府 大部分的 政府 有權利的人 還是會 比較腐敗 那個每一個國家都一樣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有 有權利的人都會比較腐敗 但是如果人民不怕 人民都很強 還是完全很勇敢的話 政府也會很小心 所以我們的媒體 他們完全不怕 完全不怕被抓 完全不怕被殺之類的 他們已經當記者還是之類的 他都都 都知道是 不是一個要犧牲自己的 生活 但是 我們沒辦法比較台灣跟 我的國家跟台灣比較 台灣 非常 安全 台灣好幾年沒有看過戰爭 台灣是一個 經濟很強的一個國家 我們那邊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那邊 是因為有經過那麼多戰爭 所以很多新聞要小心 是因為敵人也在聽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 媒體不小心 聽到我們 我們今天的軍人都很弱 敵人也聽到那個新聞 他們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的媒體會 有可能會少一點 就嚴格 那個都是因為有戰爭 如果你看一些 世界第二次戰爭的國家的 那個 德國跟美國的那些媒體 連那個希特勒講話的時候 他們 美國放那個字幕的時候 他們都 放的都很很誇張 不是不是 他們十年二十年以後 他們才放那個 標準的那個希特勒的話 的那個 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字幕 是因為他們說 那時候需要比較 比較熊 那時候我們需要 打那個 打德國 如果希特勒的話 很有道理的話 可能很多美國人 不想要犧牲自己的生命 對 所以戰爭的時候 跟和平的時候 完全不一樣 媒體都很不一樣 我希望永遠 台灣不會看到戰爭 但是 有戰爭的狀況 跟和平的狀況 完全不一樣 對啊 所以很多東西都要小心 對啊 所以我們媒體 沒有台灣的一樣 那麼自由 但是還是 跟其他國家 比較的話 還蠻自由的 那會不會有被利用的可能 因為太謹慎 小心 那有可能會藉由媒體 放假消息 或是擾亂 就是你們的一些 比如說像你們很團結一致 但可能 比如說像伊拉克 一直跟你們 他可能就會放一些 透過收買媒體 然後利用媒體 幫你放一些 會擾亂你們軍心的一些消息 因為我覺得這個機會 是蠻高的 或應該是指伊拉克 我覺得庫德主人跟其他國家的差別是 伊拉克人只會講阿拉伯文 伊朗人只會講自己的波斯文 土耳其人只會講土耳其文 庫德主人會講所有的語言 這個差別很大 所以他們沒辦法騙我們 還有我們的媒體 他們的媒體全部都是阿拉伯文 我們的媒體都用四個語言 我們要 我們所有的新聞 都是會用每一個語言 那個地方的語言 還因為我們的地方 那麼多人逃避戰爭 所以學習語言很簡單 很方便 你的鄰居都是用講不同的語言 所以 所有的庫德主人都會講四種五種不同的語言 他們都會講同一個語言 很危險 如果所有的 如果土耳其現在控制整個媒體 很容易可以洗腦自己的人民 因為人民只會講土耳其文 你只要控制國家的國內的媒體 就完蛋 但是我們沒辦法 因為每個人都會聽阿拉伯人 都會聽那個英文 土耳其文 還有 就很多波斯文 庫德語 就沒辦法 如果人民會講的語言 越多 他們越難控制 所以 政府沒辦法控制我們 已經 媒體太自由 越來越自由 看那個十年比較的話 現在已經 每一年 越來越更自由 這很重要 我們知道 除非我們是好人 我們沒辦法活下來 因為我們也需要那些阿拉伯人的支持 如果所有的中共人討厭我們的話 我們就完蛋 我們也需要那些阿拉伯人 他們可以比較我們跟其他阿拉伯的國家 現在 滿多阿拉伯人都來我們的地方買土地 我們真的 我們也需要他們的幫忙 我們需要他們的支持 對啊 可能是下一個人 等一下 再可以來找我 不好意思 可能是最後 我們再開放兩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自由 就是大家就可以自由交流 好嗎 不好意思 我想 馬丁和不曉得我們 台灣雖然沒有那個近期的戰爭 但是我們有全世界最長的見面事情 跟動員探斷事情 那所以呢 其實我很好奇的是 你們國家那個當兵是怎麼去當的 是你們的軍隊怎麼來 你們有兵力嗎 嗯 我們的 我記得我們戰爭的時候 已經有那麼多軍人 政府宣佈在電視台 拜託你們不要來 我們不需要軍人 好 我們 我們有一些城市 我們人民都感覺是 都非常原因 犧牲自己 那個為了國家犧牲自己 所以我們軍人已經超過我們需要的 我們現在有那麼多軍人 武器不夠 已經 已經軍人比武器還更多 有一些國家他們武器太多 但是沒有人敢那個拿那個 用那個武器 但是 剛好 福德主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 每一個人都是軍人 我們說 港四隊 沒有年輕人 沒有男生 沒有女生 每一個福德主人出生以後 我們都是一個 一個軍人 一個港四隊 只要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每一個人都會 原因 所以我們國家完全是都是 職工的 每一個人都來的 全部都 我們一般以上的軍人 都沒有吸水 全部都是職工 想要 想要來那個參加 是一種榮幸 他以後可以告訴他的小孩子 我有 參加這個戰爭 對 所以 保護自己的國家是一種榮幸 我也有原因 隨時需要的話 我馬上 原因 當那個軍人 所以 中午軍人很簡單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在那個 你們的那個地方 有社會運動嗎 然後如果有的話 那最近幾年婦女運動的議題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 我每一年回國的時候 我看 女生比較自由 比如說 我們我們是比較保守的一個 附近的國家都很保守 但是跟他們比較的話 顧得主人比較開放 但是每一年我回國的時候 我看到更開放的事情 以前我們 女生不會當那個軍人 現在可以 以前女生在外面沒辦法工作 現在可以 在外面沒辦法 就很多事情 現在都可以 以前不能穿很短的衣服 現在都可以 所以 我天天都看到 我們 越來越往那個 叫 平等的一個 一個 那個方向走 而如果是一個人是保守 是不是因為 他的宗教是保守 因為他自己比較保守 比如說 燒地人為什麼那麼保守 不是因為宗教 你看他們宗教之前 也是還是很保守 你可以看他們 他們兩千年前 女生還是會在那個附近 是因為他們住在沙漠 阿富汗人也一樣啊 三千年 五千年前 還是他們想要比較保守的 所以 我們是比較開放的 還有 女生越來越只有 現在其實我覺得 已經跟台灣快要差不多 快 那個 每三年 每兩年都會 看到更更平等的 現在 女生也一般 在外面工作 在外面工作 在外面上班 開車 其實我們 我覺得我們開車的人 女生比男生還更多 上大學的女生比男生還更多 上大學的女生比男生還更多 平等的 然後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嗎 對 也不錯 或是問題 應該說謝謝你 分享了 今天 對於 就是我們大家 對庫德族的相關 或庫德斯坦這個國家的相關 那其實 我很想問你說 就是 那庫德斯坦 那可不可以教我們幾句 正確嗎 讓我們教個 可以 我們可以跟你說 說聲 庫德斯坦語的謝謝 之類的 OK 好合體 那我 我最後還是 我結束之前 還是會講一兩分鐘 那個 結論 那我 現在那個謝謝是 s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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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文 是spasiva spasiva 所以 我們跟俄文有 唯一個 共同的字 就是那個謝謝 所以 spas 是我們的謝謝 spas 那你庫德斯坦的名字呢 嗯 一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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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們只要記得那個 spas spas 非常好用 因為我們很愛想要用那個 謝謝 spas 好啊 那 我今天 我真的想要講 更多東西 我的PPT原來很長 我把它一直剪 一直剪 因為那個 政治很複雜 不一定我的話是100%是對的 也不一定每個人跟我同意 但是 媒體講的是很不準 你們在看 在外面看到的每一個媒體 每一個電視台 講的都是50%對的 50%都偏向 自己的政府 還是偏向 一個地方 這是我看過的 沒有 目前沒有一個 正確的媒體 有一些地方 比如說 有一些阿拉伯人 他自己覺得那個 賭裁者是好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地方的 我覺得 智慧是 沒辦法 跟一般的 標準 跟一般的 正確的人 比較 所以他自己覺得 那個東西多壞 還是他覺得OK 所以 每一個國家的 好的跟不好的不一樣 每一個國家的 定義都不一樣 但是我自己當古德主人 我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我不管是哪裡 我覺得 獨裁者是很不好的一個事情 還有 沒有自由的是 我就是非常不好的一個東西 還有所有的 所有的戰爭 一定 所有的內戰 所有的有機戰爭 所有的東西 一定會有一個故事 一定會有一個人 被欺負才是 他們會有一些人想要欺贖自己 為了他們的目標 所以 你們 不要一直看新聞 新聞沒有用 我覺得都是廢話 因為我有時候配那些 電視台 媒體 我告訴他們 我的國家多安全 他們沒有興趣 他們還是想要 提到那個戰爭的事情 對啊 所以 包括台灣的一些媒體 我不要講 但是 我帶他們回去的時候 我一直跟他們說 你看我的國家多安全 你看外面多少女生在工作 你看多少人在做好事 他說我沒有興趣 他看到那個有 那個 那個 那些 子彈的痕跡 那個 你拍這個 你拍這個 這個 這個比較好看 所以 我覺得很多國家他們 很多媒體 他們看到世界比較亂 他們才會開心 所以 其實 你們來到那邊的時候 看到 不管是阿拉伯人 不管是哪裡 人都一樣 人都想要過一個 很 和平的 很普通的生活 然後 那些戰爭 全部都是政治的利益 完全跟宗教沒有關係 全部都是政治 跟獨裁者的一些利益 還有 你們少一點看那個新聞 你們多一點看書 還是多一點看那個紀錄片 紀錄片 紀錄片比較好 而且新聞都沒有 新聞都是廢話 還有 最後 是非常感謝你們 那麼太豐的一天 還是 給我們 給我這個機會 還有你們犧牲季的時間 來到這裡 真的非常感動 謝謝你們 謝謝馬丁 那我覺得今天真的很謝謝大家 在這麼大雨的那個當中 唐陀還特別來聽這場演講 而且我覺得馬丁今天 準備非常豐富 就是 今天的內容大概他過去四年 跟我講的那個兩倍以上 不過他過去還講了很多 就是他包括他同情台灣女性 可是他今天講的角度 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來台 他剛來台灣 他發現台灣女性 工作非常辛苦 這件事情在他的國家 不會發生的 所以他們我覺得台灣女人 好可憐喔 我就幫我們這如果去演講 這樣講 大家一定會非常同意你 不過這幾年看起來他的國家的女性 也開始變得越來越辛苦 所以 謝謝 所以我們就穿起來 越來越平等 好 我們來幫大家跟馬丁拍一張合照 好嗎 然後我會把照片放到我們的 那個粉絲頁上面 就是這個活動下面 然後如果需要朋友 就可以直接上去下載 我們後面不用把燈打開 這樣你們的臉還不會暗掉 好 那我來幫大家拍